張家儀 大家好,彭彭姐姐好 也看到我們坐到椅子都坐不住了 真的,一直跟著你 一直這樣跳起來 瓜哥都變 怎麼這麼快聽啊 老爸的風格 你話發音不進去 我都... 前一陣子聽說有發燒啊,感冒 對 那有吃藥嗎 有 然後去醫生那邊 他就說他也是我的粉絲 然後就會每天都幫我看病 是嗎 每天幫你看病 你每天 每一次,不是每天 就是第一次去看醫生 然後他就幫我噴一下喉嚨 然後吸鼻涕 然後就讓我開藥回家吃 然後剩下的每一天就是 讓他噴喉嚨跟抽鼻涕 你就去到診所去... 所以那才好得快 對 對 他有給你什麼鼓勵嗎 有 他說希望我可以拿到好成績 然後他也跟他們那邊的護士說 叫他要支持我 這個小孩子 有啊,記住 進來打針都不要起來 不是這樣吧 不是 不是,開玩笑 所以身體要顧好 真的 運動完之後 盡量把身體汗擦乾淨 要換一件乾淨的衣服 就不會感冒了 尤其我們現在可以唱完 我們不能聊太久 冷氣太冷了 冷氣太冷了 來 你要脫嗎 不然你脫,然後你蓋這一件 那這一件是哪裡 他剛剛脫的啊 剛剛怕屁上去 不然怕感冒 對 小孩子常常這樣 我還看到沒有 除了唱歌還表演穿衣服 這個要加分 謝謝 請評審來做獎評 來,覆蓋 今天你唱的這一首歌 也有幾個口氣我都好喜歡 譬如說 插手包 那個小技巧讓我覺得 你很用心在這首歌點上 然後 可是啊 有一個地方 我覺得 你回去可能要再練一下氣 因為你要邊跳 所以你的音準 拉長音的時候 可能就比較沒這麼穩定 會 變成這個狀態 其他的我覺得很精采 加油 謝謝老師 羅文綜老師,請 好,嘉義,我一段時間沒看到你了 謝謝 想說剛剛其實說起我 你變胖了 那後來原來是衣服有機關 所以我真的覺得 你為了這段表演 真的是也很用心 那我先講一下幾個地方 就是說 我覺得因為又唱又跳 你在唱這種快歌 我想給一個小小的建議 就是說 你的動作不用設計得這麼滿 我覺得有點太忙了 又要唱又要那種 我反而覺得說 以你這樣的年紀 你應該多花一點一點心思 在臉部的表情 好,等一下播出的時候 你回去看看 你的表情太單調了 從頭到尾都會有一個表情 你可以設計一點點 你唱到哪裡 然後配合這個歌詞 做一點俏皮的表情 臉部的表情 不用把自己設計 每一拍、每個小節 都要做得那麼滿 這樣也許你在台上 效果會更好 也不會唱得這麼喘、這麼累 好不好,加油 謝謝老師 跳舞的人 臉部效果非常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可惜 你看到啦啦隊 沒有幾個動作 可是都... 對不對 真的 沒有,他為什麼要這樣 就是整個表情很重要 對 對不對 你要不要跟他一起做 你要跟他一起做好不好 對 沒有 該扭該轉 對 有笑容有沒有 有笑容就對了 對 好 好棒哦 你看這個記上兩點 很擔心他會記到第三點離開 所以非常賣命的演出 89.4是上週唱出來的成績 本週插燒包能唱出幾分呢 評審請給分 這週使出渾身結束的嘉義 可以帶來幾分呢 分數已經來到了89分 小數點 點3 點4 點5 有沒有加油聲音啊 點6 點7 點7 還有沒有 得到分數是89.7分 謝謝老師 比上週進步了0.3 好啊 好啊 接下來介紹二號參賽者 孫凱希帶來的寧夏 凱希 你好 你好 凱希好 你好 凱希上週是唱到第四名 對 是 雖然知道妳壓力大 但是還是要好好的每次都要表演 對 因為這場比賽是我自己請媽媽 幫我報名的 是 然後還有特地請老師上課 因為老師有說我娃娃音很重 所以我這一次有特別去練 就是不要讓娃娃音那麼重 讓她把聲音往下放一點 好像聽跟過去沒有那麼娃娃音 對 真的有進步 聽得出來 是 但是還是很不習慣站著這樣唱歌 要不然躺著唱 對啊 不然 沒有啊 沒有動啊 沒有什麼動 我說奇怪 站著唱不好那要躺著唱 原來妳是說那個站 要光站跳舞 要這樣 這樣很奇怪 妳剛剛不是有在動嗎 對 妳剛剛有一點點 一點點而已 而且妳也有表情啊 對不對 還有一些小動作啊 是啊 是滿可愛的 我們聽評審來講評一下好了 洪晉老師請 老師好 老師好 聽妳的聲音很熟悉 的確妳就是有一個 很天生的娃娃音 其實是跟本身這首歌的 編曲的前奏 其實還滿相吻合的 其實它就是 就是一個童話故事的感覺開始 所以我覺得跟妳的 有一點娃娃音 是可以相稱的 但是老師也聽到 其實妳在歌曲的層次上 有一些的安排 這個歌很特別 一唱進來就是副歌 對 常常有一些歌是這樣子 居然妳回來組歌的時候 妳的姿勒也睡了 安心地睡了 這邊妳安靜下來 我覺得這是不可多得的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 老師真的要打大的張閃女 因為這個是不容易做到的 謝謝老師 不過我覺得妳已經很努力 而且很用心 老師聽到了 謝謝老師 繼續加油 孫凱琪上週唱出89.5排名 第四 今天的寧夏這首歌 能獲得幾分呢 評審請給分一分 這週做足了準備的凱琪 是否可以準備反應在分數上呢 分數來到了89.3 84.4 84.5 84.5 84.6 還有沒有 幫他加油一下 84.7 89.7分 謝謝老師 比上週進步0.2 接下來介紹三號參賽者 洪尚捷帶來的歌曲 謝謝你的愛 現在歌路又不一樣了 對啊 整個打扮起來又不一樣 真的 上週是第三名 89.6 是 也累積到了一點 對 有壓力嗎 有 有啊 尚捷的阿嬤 國中同學會妳有去參加 有啊 就是 我阿公阿嬤都會有兄弟會 和同學會 可是他們的年齡你去參加有話題嗎 對啊,你去同學會 就是我唱歌的話 那些同... 那些阿嬤的國中同學 都會給我很多紅包 哦 哦 對哦 所以你現在很有錢哦 可是有音樂嗎 你有自己看啊 對哦 你要預約一下孔翔老師 等你一起去嗎 反正你現在... 喂 你現在那麼有錢對不對 你花不起 是 好 好,我們來聽聽評審來做講評了 丁曉雯老師請 好,尚捷 好,老師 今天尚捷像小大人啊 唱謝謝你的愛耶 對象是唱給誰 唱給... 其實沒有唱給任何人 其實就是說一個男女朋友的故事 那你有女朋友嗎 沒有 那你這樣子有對象唱嗎 對啊,那你對象誰呢 對啊 我對象只有動漫裡面的人 那為什麼找動漫 我們這邊活著的人很多啊 就是 我真的... 我不太喜歡交往 你以後不交女朋友 不要 你有跟爸爸說過嗎 有 真的嗎 我覺得戀愛這種事情 小學是盡量避免 好成熟 你說現在的年齡避免 但... 念完大學 長大我也不喜歡 大學也不要 也不要 你確定 確定 你不要騙我 再過幾年你就控制不了了 我告訴你 你現在是還可以 騙誰啊 但是現在乖一點是好 好不好 這個因為... 只有過來人的事情 可以多跟瓜哥哥討叫一下 不是,我是怕爸爸擔心 我只有一個小孩而已 說不要結婚了 瓜哥他其實不好意思講 他在家裡每天晚上都有女同學 用LINE跟他視訊聊天 你看 你看笑起來多像周潤發 不要爆料啦 真的 發載 發載 那你幹嘛跟他視訊 沒有感覺你跟他視訊幹嘛 對啊 是啊,其實我們就是一個 我們班的聊天室 就聊天室 可是我有加他單獨好友 你有加他單獨好友 你有加他單獨好友 那你跟女同學聊天 有沒有感覺 沒有 他都罵我欠扁欠揍 你只要打事情 罵是愛 那就是愛你了 可是我不喜歡他 不需要在電視上架 你要姊姊姊一點 是 要能傾聽別的女生講話 你就是很棒的 OK 我們做一個很忠實的聽者 好不好 來,我們接下來聽 聽誰的獎名 對不起,老師只是想簡單的講評 沒有想到問出這麼多秘心 好,所以以後我們碰到 譬如說這種情歌的時候 我們可以想像一個對象 才會把真正的情緒情感 比較模擬出來 好,所以這個給尚捷做參考 還有一個老師要提醒尚捷 尚捷,老師在耳機裡面聽啊 我覺得你唱歌比較用喉音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這樣唱多了 你今天聲音有一點點沙啞耶 你自己會不會覺得自己聲音有一點點啞啞的 有 有,對不對 是不是練歌練太多 對 對齁 你要小心 因為你習慣用喉音唱 你要這樣每天這樣唱都用喉音唱 唱到九歲、十歲 恐怕聲帶就受傷了 你希望唱到十八歲吧 希望 對啊 聲帶要好好保養,知道嗎 好,加油 謝謝老師 本週謝謝你的愛能獲得幾分呢 評審請給分 對自己要求很高的尚捷 這週帶來的謝謝你的愛 可以帶來幾分呢 分數來到了八十九分 小數點 點二 點三 點四 點五 點六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 89.6分 恭喜 跟上週同分 是 接下來介紹四號參賽者 公子璇帶來的 唉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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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錯了,真是 你那個屁股的 瓜哥好,童童姐姐好 你好 你好啊,你那個這道夭壽 她的舞蹈都非常到位 對啊 她的一舉手一投足 絕對是到達定點的 真的是 完全是天生吃這行飯 沒錯 這是第一次聽到你唱台語歌 對啊 很難唱嗎 不是很難 今天我已經會拿到第一名了 你今天會拿到第一名 什麼 有啦,我看得出他的企圖心 從他的屁股的那個力道 因為那個是肚皮舞啊 肚皮舞 對啊,他... 肚皮舞嘛 他有從下面往上那個... 有前 後 左 右 對不對,老師有教嘛 你會嗎 來,動一下 動一下,來 前 跟瓜哥一起 前 後 你會一面動一面走嗎 來哦 來哦 媽祖會來啊 我叫... 我的肚子有點痠 我好怕我的聖結時間 又被我搖下來 這不是很好嗎 對 要送醫院了 自從排出來 來台灣有收到很多禮物嗎 有嗎 有啊 我們的歌迷熱不熱情 熱情 很熱情 妳收到哪些禮物啊 我收到驚喜娃娃 驚項鍊 什麼 驚喜娃娃 他的名字就叫驚喜 是 發我名字叫驚喜寶貝 現在你看 來這幾個禮拜 大家都好喜歡妳 對 一看妳出場大家就掌聲熱烈 真的 開不開心 開心 坐飛機累也值得了 對不對 對 好,來,掌聲再給她鼓勵一下 好 請評審來做講評 歐文聰老師請 謝謝老師 今天這個歌 老實講我真的 如果要把妳拆開來聽的話 歌藝跟舞蹈分開來講 妳的舞蹈真的是很不錯 包括節奏的設計 會忽略妳的歌藝 只看妳的表演而已 那歌藝部分都慢慢累積 因為台語來講 不是那麼的容易 包括一些咬字 那這個歌如果說 妳唱歌都一樣的話 以歌藝來講 就稍微有點平了一點 但妳的整體來講 真的很不錯 但我先講幾個地方 像妳如果未來 還要再挑戰台語的話 有些閉口也要注意一下 像那個蝴蝶鹿花蟲 好 蝴蝶鼻孔 立鼻孔 蝴蝶立花蟲 念一遍 蝴蝶立花蟲 漂亮 好高 然後那個傻心 傻心 妳為什麼會唱傻心 傻心 其他兩個都一樣 傻心 傻心的衣 講一遍 傻心 傻心的衣 對 妳慢慢來 我覺得妳慢慢 因為我真的覺得妳是適合在舞台的 妳站在上面的話 我真的不想多看 妳接下來會怎麼樣表現 妳真的是很不錯 很厲害 她每個禮拜都有驚喜 對 謝謝老師 來自馬來西亞的公子璇 上週89.8 唱出第二名 本週首次嘗試台語歌 是 能獲得幾分呢 評審請給分 被譽為天生的藝人的子璇 這週帶來的台語歌曲 可以帶來幾分呢 89.2 89.3 89.4 89.5 89.5 還有沒有 89.6 加油 89.7 89.7分 89.7分 謝謝老師 是 這是初次嘗試 對 他的台語還是必須要把它練得熟 是的 不過他的誠意到了 是的 來,接下來介紹五號參賽者 張晨宇帶來的歌曲 《舞蹈中文棒》 妳又長高了對不對 對 對啊 整個臉都變小了耶 對 小大人 每個禮拜都不一樣了 真的 會不會我訪問到最後他一百八十幾分 對 對啊 在學校有參加什麼活動 有參加課語演說比賽 妳會課語演說 會 講幾句來聽 樂故人說 老祖先有講 行萬里路 不分見書 行萬里路 讀萬眷書 百聞不如一見 百聞不如一見 可思有影 確實有影 有影 旅行老了 對大山人來講 哪一棟創搖 旅行去玩 是對每個人很重要的 妳確實有參加演講 講得還滿標準的 會講越來越少 對 很珍貴 好好學 我們接下來請評審來做講評 丁曉雯老師 陳妤 妳唱這個歌 有沒有對象 沒有 那怎麼去模擬呢 就是媽媽跟我講說 如果妳就想像了 如果媽媽不要理妳了 妳的心情會怎麼樣 那就是對象啊 對 就是用媽媽來做對象 所以這就是老師要告訴你們的 你們要找一個對象 不管是老師啊 同學啊 朋友啊 媽媽爸爸 他都可以當作一個模擬的對象 嗯 妳才會真的有那個心情 然後今天有幾個其實 比較高難度的技巧 妳也唱得非常好 譬如說幾個大跳音 那尤其是最後那一句 來中文幫那個尾音 還有一點點很寬頻率的抖音 這是我們這些大哥哥大姐姐 才會有的技巧 陳妤已經會了 最希望看到你們的進步 陳妤今天表現不錯 加油 是 今天有三位同分 89.7 有子璇 有嘉義還有凱琪 凱琪 凱琪沒有那麼難看的臉 要不然才吊起我 是 本週這首五湯九溫榜 會不會衛冕成功呢 評審請給分 自優勝的陳妤 這週帶來的五湯九溫榜 可以帶來幾分呢 分數來到了89 89.2 點3 點4 點5 點6 點6 還有沒有 點7 加油 89.8 點8 點9 點9了 加油 有沒有90呢 90 90分 恭喜 謝謝老師 謝謝 繼續衛冕成功 是 第七關 對 第七關 八、九、十三關 你就要離開畢業了 對不對 很快 說實話快也滿快的 是 好 其他三位要更努力了 我們回顧他今天的表演 謝謝